在六方參謀部長的時候 因為在國會聽證會說 美國派著伊拉康公力不足 被當時讀行部長 安隆斯·貝利德逼抗牌 歐巴說 提名相關 是因為他準確預測 美國兵力不足 另外是相信他會呼吸退役官人的抵抑 歐巴馬指定提名 八方外國部長之中 兩四百人只有兩名 譬如都是女性或少數族的人士